而且南方在开始小片里面就说了 我觉得相爱是两个人的事 是你说的吧 是的 那你干嘛要在这个舞台上说人家妈呀 你至少保持对长辈的基本尊重 你别提这个事 心里有意见别在舞台上提呀 你还是个留学回来的呢 你还有知识有文化有素养 不懂得尊重人吗 视频中被涂雷老师 怒斥的男子是莫先生 为什么会说他对长辈一点都不尊重呢 他到底做了什么事 会让涂雷老师如此说他呢 莫先生还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留学生 涂雷老师说一个有知识有素养的人 是不会做出这种冷漠无情的事情的 他还真是人如其名莫先生面对涂雷老师的 话没有一点廉耻之心 一个人的学历再高 不懂得尊重人的话 就相当于老话说得好 书都读到狗肚子去了 那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为何会一步一步走到现在呢 创作不意情动动你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加关注 支持一下 您的支持是小徒最大的动力 祝您家庭和睦 平安喜乐 今年必发大财 故事还要从他妻子张女士这边说起 这是一对寻求生活方向的福气 要不用掌声请出他们 掌声有起来 男嘉宾莫先生29岁来自长沙自由职业 女嘉宾张女士29岁来自长沙自由职业 莫先生和张女士都是来自湖南长沙 今年都是29岁 张女士说自己来到节目组就是为了 让自己的丈夫多为家庭和孩子负责 张女士表示自己快没失方向了 希望嘉宾老师能多给一些建议 我们当时也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大问题 然后又到了谈婚顿嫁的联结 我们就去领证了 领证呢没多久又怀孕了 怀孕了就想说快点把婚礼办了 我就跟他说他也没有上心 张女士说到两人没有原则性问题 这给后面埋下了一个很重要的伏笔 先怀孕后面才意识到还没有结婚 这才导致男子对婚姻一点都不上心 有多少女孩子都是这样 一片真心错付了错的人啊 张女士表示其实这都不算这吗 最大的痛苦就是把双方父母 都带进了他们这段不算幸福的婚姻 男方家的父母对他们 结婚这件事也很不上心 按道理儿子娶媳妇做父母的应该善感着娶 完善好亲朋好友一些事宜 这下可好这些事情都是女方父母在操持的 这将及了上门女婿的一些反应 男生不紧不慢地讲话节奏 让人听得真心觉得很不爽 面对女方承担婚宴事宜 男方真的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这让张女士一家真的寒心 无奈已经怀孕了 不能打动肝火 一辈子最大的事情 也就这样简简单单混弄过去了 接着男子还说道 虽然我父母没有做什么事 但是我出了恋爱 我想问问谁结婚 我们两个结婚啊 那你弄你不正常吗 兄弟 随后主持人赵川听不下去了 这到底是谁结婚了 一个男人对自己的婚姻都冷漠不在乎 这是一个正常爷们能干出来的事吗 这男子这样的讲话方式 让人觉得有点娘啊 一点羊刚知悉都没有 这女子真不知道看上她什么了 赵川说这事已经翻篇了 还有什么更过分的事吗 她好奇地问到张女士 接下来男子的回答把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 她究竟说了什么话呢 从张女士口中还有男子 这事不关己的态度中可以得知 一个什么样的男人能够做到 自己老婆生孩子连一句问候都没有 更别说陪产了 一个男人要知道一个愿意 给你生孩子的女人 这辈子是把他自己真正交付给了你 一点要好好珍惜他 别等失去了再后悔 赵川主持人还夸他坦诚 哈哈好赖话听不出来吗 男子直到这个时候 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直到妻子出院前了一天 还跟他吵架 这种男人真没有一点点良心 给他生孩子连看都不看 出院还是女子妈妈去接他的 要这种男人有什么用 男子口口声声说还要妻子承认错误 他就不会有那么大脾气 一个给你生孩子的女人 偶尔发点小脾气是很正常的 这男子真的小肚鸡肠 六亲不认啊 要是你遇到这种男人 你会怎么做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看到这里小徒 我真的想冲进屏幕对他一顿 接下来张女士 又暴露出让全场不淡定的一幕 我回梁家了 因为我们从谈恋爱到结婚 到生孩子 一直都是住在我妈妈空出来的一套房子里 就我们结婚也没有传说中的 台里这些 生完孩子回来呢 也住在我妈妈那个空出来的那套房子里 到底是什么实例 让这个男子能这么为所欲为 结婚后连自己房子都没有 还住在丈母娘家里 结婚还没有给过彩礼 小徒认为彩礼是必须要的 看到这个这里张女士 家里的种种做法都是 很掉价的 要是当初必须要男子给彩礼 必须要男方家里出房子 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更有甚至逢年过节 男子连一份礼物一金 水果都没有买给岳父岳母 难道这就是西方教育 把中国的传统礼仪都忘记了 因为中国式父母都是多威尔女着想 你要问他们缺不缺啥吃的穿的 他们永远都是啥都不缺 我们做小辈的要知道 不管怎么样逢年过节买点小礼物 就是你的一片心意 他们也会感觉到很温暖的 接着赵川主持人问到莫先生 一个男人跟岳父岳母关系不好 是不会做人的表现 然后妻子也跟自己的公公婆婆关系不好 是不会做丈夫的体现 俗话说会做的男人两头蛮 不会做的男人两头转 听完两人的交谈 女方的家人都是很懂事的 而男方就相当于有其父就有其次的感觉 听完男子接下来的这段话 就明白男子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了 男子这番话真的让人伤心 说是为了带孩子这方面需要用到张女士 这样的话语让在场关注和嘉宾都觉得很寒 听 言外这一曲个老婆不是用来疼的 而是用来带小孩的 还能感觉到张女士脑子也缺根弦 这样说都不生气 而且还说为了孩子 这些都能忍受 她的观念就是有了孩子 就认这男子一辈在的了 因为我觉得有小孩了 孩子只要有了就是一辈子的责任 不能中途放弃的 所以我觉得为了小孩为了家庭 所以我今天会来到这里 我想解决一下这些问题 赵川主持人听到这里也大概 明白了两个人矛盾点 随后让做了一个测试 看看这一对夫妻还有没有可能走在一起 俗话说您拆十座庙也不回忆装婚 赵川还是不够狠心啊 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厉害一下你的妻子 三个优点三个缺点 优点就是比较漂亮 乐了 第二就是比较勤奋 第三个就是出去了会给打个面子 那个嘴巴总是叨叨的念 好烦 太唠叨 还有呢 还有就是情商低 不懂怎么沟通 他情商低 还有吗 好像也没什么确定了 没了 突然一下子忘了 好来来来 哎呀你看他乐的 你有 张女士原来在莫新盛言里 还是有可以取之处的 说到这些优点的时候 她像个傻姑娘似的 笑到何不拢嘴 没想到男子能说出这番话 证明之前还只有对方的 张女士也说到男子在他心里面 对长辈啊 不会孝顺这些的 为人处事 不周全 第二点 就一上火了 他有点控制不了情绪 第三点就是 就从来没给我过过生日和节日 行吧 你妻子最伤你心的事 就是 我从美国读书刚回来 我一个月只赚一千块钱 但是我那个时候还给他八百 后来都赚个五万块钱 我会给他三万块钱 他还说我对他们以前好 通过他们两个说出各自的缺点和优点 屏幕前的你觉得他们两个还要继续下去吗 我们一起听听赵川主持人的总结 所以挺有意思的 如果站在我的角度来说的话 如果这是我妹妹的话 我就跟他说 这男人压根就不能要 你知道吧 这你要是我弟弟的话 我听你妻子现在做的这些事情 我会说兄弟咱也得考虑考虑 就你们俩有时候真的把事都做得挺绝的 赵川的意思是 这种男的要是我们身边的 那都不能要 但是看了他们对彼此优点和缺点的认可后 又动了侧隐之心 赵川拿不定主意 只能求助于嘉宾老师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嘉宾老师怎么点评 首先发言的是沙娜老师的点评 沙娜老师狠狠地说道 男子没有一点人情味 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祖祖辈辈都是很注重人情的 可能男子在美国接受的西方教育 让他丢失了本该有的人味 一个给你身为育女的女人 你竟然是这样对待 可以想而知 莫先生的生活也不会有知心朋友 而说到女生这边 千万不要打着孩子的喜好 去延续这段婚姻 张女士应该想想自己也没有一个女人 应该有的自尊和自爱 可以睁开眼睛看看周围的女孩 是怎样去生活的 这样一个没有良心的男人 真的值得你托付一生吗 接下来是徐维老师的点评 来 许总 你们两个在一起很难说情感有多深 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 都是各取所需 男生说得很明确 女孩就是三方面优点 漂亮 能做家务 并且在外面能给你带来面子 你对他唯一不分开的诉求就是 他能够照看孩子 是的 曲伟果然是有精力的男人 一下子就说到了莫先生的痛点 男子之所以还想要跟着张女士过下去 是因为他长得漂亮带出去有面子 同时还可以免费带孩子 说白了就是一个免费的漂亮保姆 而张女士同样不离开男子的话 是没有对该男子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也是对自己为人处是没有异习原则 双方都是通过物质来维持这种关系 这两性关系的角度中 没有看见一点点的爱意 要想继续下去要看你们之间 现在乃至以后还能不能绑定和有所图 曲伟老师的点评真的很犀利 接下来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图类老师 一针见血的点评 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势就是对你也是一种傲慢 包括你那时不时的脸上 不该笑的时候的笑容 你妈还拿房子给她住 人家一点不领情 还说你妈不好 你有什么好笑的 你妈全心全意是为了你好 给你们房子住 她不领情也就算了 她把你妈在这个舞台上 基本上没说一点好处 相爱是两个人的事 是你说的吧 是的 那你干嘛在这个舞台上说人家妈呀 你至少保持对长辈的基本尊重 你别提这个事 心里有意见别在舞台上提呀 你还是个留学回来的呢 你还有知识 有文化 有素养 不懂得尊重人吗 所以她今时今日会养成 这样对你不重视 对你妈不尊重的习惯 都是因为你造成的 你不给自己父母长脸也就算了 你是基本上得维护自己父母的自尊 你还笑得出来 我真是搞不明白 如果一个人不懂得感恩 不懂得关怀自己的妻子 不懂得尊重老人 这种婚姻还有持续的必要 土蕾老师狠狠地骂了张女士 说这样的一个男人 你竟然还能容忍他这么久 可以看得出来 女生这边也有很大的问题 一个不懂得关怀自己妻子的男人 他已经不是一个合格的男人了 更别指望他能在别的地方 给到你应该有的尊重 一个住着丈母娘给的房子的男人 还要一直说丈母娘的坏话 不领情也就算了 这典型的就是白眼狼行为 从土蕾强硬的态度中可以看出 他认为这段婚姻 完全没有必要持续下去 那啥女子能听尽 土蕾老师的话吗 接着赵川主持人说了有一段话 孙老该爱用爱用 基本的传统的东西别丢了 你儿子以后也可以这样是吧 这媳妇可以跟你媳妇 一句话都不说是吧 这是她的事情 你看 所以我们不是要逼着 你们夫妻俩离婚 现在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都是大家要证实一些问题 骨子里面或者她现在所表达的这套体系里面 是有问题的 至少今天你们夫妻俩 对于你们婚姻这段过往的描述 是被大多数人不能揭示 赵川老师说到不是大家逼着你们两个离婚 是把问题分析出来 最后还要看你们自己的选择 在真情60秒表白时刻 男子明星紧张了 他心里其实还是希望继续下去这段婚姻的 然后张女士也是脑子不知道是不是被驴踢 竟然还是相信她的花言巧语 最后还是选择打开了门 选择原谅这个没良心的老公 女人真的是心肠太软了 既然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那我们只好祝福他们以后 能够摒弃闲 不要后悔现在的选择 本想着张女士不会原谅这个没良心的男人 结局让人没想到是这样 故事到这里小徒也想说两句 一个男人应该把家庭地位这样排列 应该把妻子放在第一位 这样他开心了自然就会好好爱你的父母 其次把孩子放在第二位 再把父母放在第三位 亲朋好友放在第四位 自己放在最后一位 这是不是中国大多数男人的现状 这样的婚姻和生活真的幸福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您的观点 今天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